记者葛又豪高中报道 电影《最后大丈夫台湾版的老外》 其实有个中文名字叫罗汉 来台已十二年 他透露妻子家庭是228受害者 因此他支持台湾独立 但也坦诚爱台湾有很多方法 其实不需要刺在额头上 罗汉日前九岁后 要求刺亲师父在他刺上台湾二字 清醒后下了一大跳 希望有人帮他去除刺亲 引起网友热议 罗汉现年32岁的英文名叫Paul 他是英国人 来台已十二年 也娶了台湾老婆 目前在高雄市沿城区 开了一间小酒吧 卖传统英式早餐与各国啤酒 还兼教英文 记者晚间专访罗汉 他表示20岁时到澳洲旅游 皆是来自台湾的老婆 后来就来台湾教英文 六年前两人结婚 罗汉透露他目前是双重国籍 也拥有台湾籍 罗汉强调 我住在台湾 我是新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以后我的小孩也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ROC中华民国的人 罗汉的政治倾向受到太太影响很大 他透露太太的祖父被在228事件中成了失踪者 也是228受害者 因此他支持台湾独立 但他也坦承爱台湾有很多方法 其实不需要刺在额头上 罗汉说他是英国人 但不喜欢英国 天气冷 物价贵 人们也比较冷 但相反的台湾天气 好 物价低 人民友善 他喜欢住在这里 对于这次惹出的风波 他感到无奈 强调一切都是喝酒惹的祸 记者问他以后还会喝得烂醉吗 罗汉说 他本来就很少喝酒 大概三四个月才会要一次喝多点 没想到这次就发生糗事 他感到抱歉